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许我们能从华为的另一项业务找到答案 提起华为 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通讯设备制造巨头或智能手机制造商 其实在光伏行业华为也是佼佼着 令人称奇之处在于 2010年华为才介入光伏事业 2013年推出逆变器产品 两年后出货量就月居世界第一 并一直保持到今天 不为人知的世界第一 首先我们得先了解一下 光伏逆变器是个什么东西 光伏逆变器是太阳能发电的核心装置 其主要作用是将光伏太阳能板产生的可变直流电压 转换为电频率交流电供电器使用 简单来讲 逆变器就是一种直流电转化为交流电的装置 按照华为自己的说法 其生产的光伏逆变器 全球占有率已经达到了65% 华为智能光伏借助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 将更多赋能光伏行业提供效率 AI等作为新的通用目的技术 像电一样将深刻改变整个社会 华为是逆变 也将沿着新的路线继续演进 华为做光伏逆变器 绝不是心血来潮 大家都知道 华为是做基站的 基站运转是需要电的 但是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电 像荒凉的戈壁 偏远的山区 无电可通 即便是能够接通电 为了一个基站通电 代价长长是极大的 不过 华为在运营中发现 在环境恶劣地区 光伏发电系统中的逆变器 容易发生故障 发生故障后 因地处偏远 维修周期长 严重影响了基站的正常运转 基站24小时运转 要求光伏电系统 必须稳定可靠 这其中 逆变器又是关键的关键 从长远考虑 逆变器已经成为 影响华为基站运营的 关键因素 正因为如此 华为决定自己做光伏逆变器 这种情况下 太阳能光伏发电 就成了一个比较好的替代选择 太阳能光伏发电 自己就是一个电站 有太阳能发电 技术相对成熟 安全且无噪音 污染成本也比较低 很好解决了 偏远地区基站的供电问题 不仅如此 逆变器是光伏电力 数字化过程中关键的接入点 信息传输管道 甚至是大脑 彼时光伏逆变器市场 主要分为 集中式逆变器和 组串式逆变器 两类技术路线 业内部便认为 集中式逆变器 适用于大型地面电站 组串式逆变器 更适合用于分布式电站 而前者以前是绝对的市场属留 逆施入局后 华为区别于行业 推出组串式的逆变器 耗时三年 组串逆变器最终经受住了 市场的考验 如今 越来越多的大型光伏电站 也开始使用组串逆变器 光伏电站的主角央企中 五大发电集团的招标 超过80%使用的 都是组串逆变器 组串逆变器成为了市场的主流 业内观察人士称 华为看到了业主的痛点 在整个行业大打价格战 主推集中式逆变器的趋势中 剑走偏锋 尽力打力 把自己在ICT行业的优势和经验 延续到光伏产业上 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打法 更注重带给客户更大的价值 而不是价格战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华为以一己之力 改变了这个行业的格局 而在储能领域 一场新的逆变大戏 已然开启 华为光伏逆变器 做到世界第一 靠的是技术强 在研发上 华为舍得投入 在技术创新与研发方面 2019年华为研发费用达 1317亿元 占全年营收入的15.3% 近十年投入研发费用 总计超过6000亿元 正是靠着持续不断的高投入 华为确保在技术上 引领行业 最关键的一点是 华为是以系统里的思维 在做逆变器 华为没有将自己的定位 只卖逆变器产品的厂商 而是智能光伏电站 解决方案的提供商 还是逆变器维护这个话题 传统的逆变器出现故障 需要工人到现场排查 华为的逆变器 利用芯片 软件 通讯等技术 极大节省了维护的人力成本 智能光伏电站 背后需要的芯片 转件和通讯技术 都是华为自己的 其他厂商想学 也学不来 从通信产业跨界到光伏行业 华为入局一时 便被认为是降维打击 不过 跨界者的降维打击 比想象中来得更快 近年来 中国光伏发电 在应用场景上 与不同行业相结合的 跨界融合趋势 愈发凸显 越来越多样化 水光互补 浓光互补 余光互补等应用模式 得以推广 跨界意味着 多种技术融合 多种产业的融合 将这些带来 深刻的产业革命 激发产业的新动能 站在巨人肩上 华为智能光伏的底气 来自于母公司的技术积累 以AI技术为例 华为集团的AI技术 可在光伏领域被复用 这种先天的跨界创新的技术和资源 同行并不具备 华为是业内第一家 将AI技术引入光伏的企业 例如智能诊断 是AI技术在运维中的一个典型应用 这项应用颠覆了传统人工巡检的方式 以装机容量为50兆瓦的电站为例 占地面积大约100公斤以上 安装组件数量达12万块以上 大概率上讲 每块组件 每处电器连接都可能发生故障 找出故障犹如大海捞针 传统的方式是 人工上站巡检 带着设备 以抽检的方式检验 这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华为智能诊断 通过一键式扫描 100兆瓦电站 15分钟内就自动生成到故障诊断报告 因为时间从原来以月为单位 变成了以分钟为单位 这项新的技术手段 很快得到了电站开发者的认可 生存下来就赢了 美国针对华为的芯片制裁措施 正式生效已经过去14天 华为还能撑多久 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华为做逆变器的经历 或许能够给我们一些启示 华为现在遭遇的困难 实际上已经超出了 企业能够承受的范围 即便如此困难 华为会比外界预想的撑得更久 这是因为 除了智能手机这样的芯片 强相关性的业务外 华为还有光伏逆变器这样的芯片 弱相关性业务能够带来的现金流 我大胆地估计 平时的库存加上缓冲期 海量囤货 以通信基站业务为核心的弱芯片业务 支撑2-3年甚至更久 是可以实现的 这意味着和终端业务 可以到2021年到2020年不同 弱芯片业务可以持续到2022 2023年甚至更久 而在这段时间里 只要能够做出28纳米 去美化芯片 业务就不会断档 再悲观一点 我们做底线假设 如果我国在未来两三年 没能做出28纳米的国产化芯片 导致华为通信设备为核心的弱芯片业务 也无法出货了 等于90%的业务低迷 那华为会不会死掉吗 当然不会 因为华为还有10%左右的无芯片业务 按照华为今年的营收 这部分收入差不多就是千亿人民币的规模 并且具备持续增长潜力 过去华为出于战略考量 对于知识产权费用收取不多 而目前华为已经发出了 加大对美国公司收取专利费用力度的信号 全球的电子公司都可以成为华为的收入来源 这也包括国内电子品牌的企业 随着华为在5G领域专利优势相比 在4G进一步的增强 而全球5G网络和中端的数量在快速增长 只要他想 那么专利费一定是可以大幅增长 不仅如此 鸿蒙系统上线后 我们还可以模仿苹果 谷歌收取苹果税 谷歌税 根据2019年财报的数据显示 苹果公司全年收入2602亿美元 其中463亿来自苹果税 更为重要的是 三年时间将光伏逆变器做到世界第一 足以证明华为有将事情做成功的能力 这也有助于开拓其他业务 也能让华为更好的生存下来 现阶段 求生存是华为的主线 只要坚持下来 生存下来就赢了 最近 AMD 英特尔宣布被许可向华为供货 另有3500家美国企业 起诉美国政府 表达对现有贸易政策的不满 有人比华为更着急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